今天学佛 今天学传统文化 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沉浸心不够 我们没有沉浸心 都是半信半信 这什么造成的呢 可以说近代历史造成的 中国人 苏或老祖宗的教会 至少两百年了 就不能怪自己了 无量寿经常讲得很好啊 仙人无知不舍道的 无有余者 后头殊无怪也 佛菩萨原谅我们 我们不知道 我们父母不知道 我们祖父母不知道 再望上去 真祖父母可能也不知道 大概到高祖父母才知道一点 我们受科学的冲击 影响很大 因为科学跟传统文化 跟佛法恰恰相反 科学呢 入门最重要的是你要怀疑 从怀疑才能发现问题 然后去研究解决问题 所以他第一个是怀疑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 跟大传文化 头一个是沉浸 你看相相反 所以用科学态度来 学佛法的时候 那是知识佛修 佛法里头 真理业他得不到 用的心不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 自古以来 就没有叫人怀疑 所以中国人 不会怀疑哪个人是坏人 祖宗没有这种教法的 告诉你 人人都是好人 事事都是好事 外国人叫人 人不见得是好人 一定要提防 一定要叫他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好人 他没有做过坏事 这跟中国人完全相反 所以中国这些东西 现在尽管提倡 效果不会很大 没有一份沉浸心 他决定得不到 他所学的是知识 是佛学 他不是学佛 我在讲经教学的时候 常常用惠能大师 神秀大师做比较 神秀跟吴祖 二三十年 吴祖门下的大弟子 经常带吴祖说法 带吴祖教学 教这个促学的 人家认为吴祖传法肯定传个他 没想到他传个慧能了 什么原因 我说了个简单的 神秀对吴祖 有百分的信心 沉浸心 他得百分的意义 慧能对吴祖 有万分沉浸心 他得的是万分利益 不一样啊 虽然会能在 道场只住了八个月 人家万分沉浸 你看这种情绪恭敬 对任何一个人 他是平等 他不是造作的 他对佛的恭敬 对吴祖的恭敬 对于道场上 任何一个人的恭敬 他是平等的恭敬 这可不得了啊 他们又高下了 所以吴祖遇到这样的人 你说就发 该不该传个他 传个他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 你能够得多少利益了 不在你学东西多少 在你沉浸心 至成功敬 一句话都开悟了 为什么这些话 讲给别人 听不开悟 没有沉浸 道理在此地 沉浸是真心 不是妄心 凡复用的是妄心 不是真心 妄心是什么 奇心动念 分别执着 用的是这个心 分别心 执着心 不是用真心 用真心 你就能见到佛 佛在哪里 佛聘法皆许空间 你有万分沉浸 都见到了 人人都是佛 万物都是佛 为什么 见性了 从相上见到性 性是佛 到万分沉浸 性相也佛 性相不二 你不都见佛了吗